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直流電不是很好,不要變來變去 為什麼用交流呢? 它的原因是這個樣子 交流電 我們要講的叫做變壓器 它的電壓可以變 Transformer 就是電壓器 You step up transformer You step down transformer 就是說把電壓變高的 一種變壓器 也有把電壓變低的這個變壓器 直流電的話要變就很麻煩 敲流電的 它可以用變壓器這個概念 我現在就介紹變壓器這個概念 然後你就知道為什麼用交流電 Transformer Transformer的結構 我們就拿一個基本的樣子來看 我們用鐵磁物質加大為介紹 譬如說我們普通的軟鐵就可以 這個框框 都是軟鐵 這是空的 這是鐵磁物質 這是鐵磁物質 鐵磁物質 比如說從外面,高壓電,送到你的屋子裡頭來 那麼它會有一個電腦部 這個是外面送進來的 那麼你這個有線圈 這個是V,我們寫 這個端電壓叫做V,Primary Primary就是主線圈 主要的線圈 它輸入了主線圈 然後你這個要把電壓 比如說現在我畫的這個圖是身高電壓的 身高電壓的 它的 扎屬 扎屬 這個是富宅 這個假如有N1扎 這個是N2扎 這身高電壓 那麼你可以使得這個電壓 Secondary,S就是Secondary Secondary Coil 我們就稱為負線圈 負線圈 這個是主線圈 主線圈 你現在可以把這個電壓 變高 這個不是V Vs比Vp大 叫Step Up Vs比Vp小 就是Step Down Transformer 你怎麼變呢 為什麼這個就可以把它的電壓變大 或者變小 它利用一個原理 這個是鐵磁物質 現在我們會講鐵磁物質 鐵磁物質 會把磁力線通通集中在這個裡頭 就是磁力線都很喜歡經過這個鐵磁物質 它不會經過這個 比較不喜歡經過別的地方 那麼因此 你看這裡有電流對不對 這個電流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樣的話 它會產生什麼 磁場 磁場是這樣子的 磁場是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裡頭就會產生Flux 就用Flux通過它 這個Flux就會圓了鐵磁物質 會圓了鐵磁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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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出現多少個Flux 這個地方就是多少個Flux 這個地方就是多少個Flux 所以雌通是相等的 所以雌通是相等的 這兩個線圈的雌通相等 也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 sug,d phi1 over dt,要等於d phi2 over dt, 因爲d有時空間改變,所以它的詞通也隨時間改變, 這兩個同一個物體裡的詞都不一樣嗎? 我們現在假定,我去看vp,primary的電壓, 它根據法拉的定律,它就等於負的primary coil的詐數, 它乘上d phi2 over dt,兩個一樣, 不一樣嗎? secondary,它就等於這個成secondary, 但是經過這個東西,經過鐵字幕式裡面的詞通是一樣, 可是因爲它的詐數不一樣,它產生的電動式就不一樣, 那也就是這個斷電壓跟這個斷電壓就不一樣了, 那麼我們就從這裡看,我們就知道d phi over dt, vp,我們看它的絕對值,它就等於vp over np, 也等於vs over ns, 有這個關係,所以呢,我們現在就可以求vs, vp知道了,這個知道,這個知道了, 我們就可以求vp,它的vultage, secondary coil,它的vultage, ns,vp over np, 我們就從這裡看就好了, 就從這裡看就好了, 如果,啊, 我們這個畫成這樣 它的渣數比這個大 Secondary渣數比Primary的渣數多 Secondary的電壓就比Primary大 如果這個比這個小 這個端電壓就比這個小 它就可以降壓 這個是電壓的關係 然後我們再看看電流有什麼關係 Primary的電流跟Secondary的電流有什麼關係 我們想定這是IP 這個 你再看看它是怎麼流 這個關係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 我們現在就看這個 我們說理想狀態下 理想狀況下 就是它的功率沒有消耗 它的功率全部給它 就是我忽略了它的一點消耗 功率 它是等於IP乘上VP等於IS乘上VS 我們這個寫它的AVERAGE 我們這個寫它的AVERAGE 功率相等 所以 我們就有 從這裡我們可以得 是 IS 比上IP 要等於 VP 比上VS VP 比上VS VP比VS呢 它又等於NP 比上NS VP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知道 Secondary 的電流去乘 從這裡就知道 如果這個比它大 它就比較小 它就比它小 這個比它小 它就比較大 因為成反比 所以它就等於IP乘上NP over NS 所以電流的關係 是這樣的關係 不能一直把這個寫出來 也可以 一個就是電壓是跟線圈的渣速乘正比 電壓比 電流比是跟線圈的渣速乘反比 這很有意思喔 電流的比值啊 跟渣速乘反比 好 現在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用膠跟電 比如說我們膠裡都用的電 110伏特 這個電 這個電 那你要從日月潭 把電 輸送到你家裡去啊 這個當中 就是百倍公里 百倍公里 或者說你更遠一點 你從這個河山場 把電輸到七龍去 哇那四百多公里 那這個電流 那這個電流 比如說你家裡用電啊 有時候用到五十安培 那它這個電燃線上的電 就是五十安培啊 那從七龍到 到恆春 那麼多公里的電線 它的電阻很大喔 所以它消耗的能量 功率是等於什麼 I平方 阿爾頓 對不對啊 你電流很大 它功率就消耗了很多啊 結果它輸送的功率 就比送到你家 給你家消耗的功率還要大 那它不是虧老本啊 所以它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人很聰明 它這個發明交流電 我們佩服得不得了 它就從這個電廠裡面 輸送出來 交流電輸送出來 我們知道 你這個電壓很高很高的話 電流就很小很小 電壓小電流就可以很高 所以 比如說我們家庭一百一序吳 用一百伏特好了 它可以送出來 比如說用三十三萬伏特 三十三萬伏特 增加多少倍啊 自己算看看 好 電壓增加那麼多倍 因為電流就變小了 你知道嗎 電流變小的話 它消耗 在人物輸送的時候 消耗的功率就很小啊 到你家裡頭以後呢 你在 你可以用很大的電流啊 對不對 所以它在輸送的時候 電流很小 它功率就變小了 它功率就變小了 但是 那三十三萬伏特 不能夠直接 接到你家裡去 接到你家裡去 那我們的消防隊 是忙不過來了 整天都是失火 它是一步一步 從發電塔 從發電塔 輸送到這個市區 我不曉得它要減多少次啊 比如說到市區 它變成這個 三萬三 三萬三然後市區有一個變壓鎖 把它輸送到你這一區域裡面去 你這一區電線上面的電流 有電壓 比如說一千一 一千一百伏特 一千一百伏特 再用一個變壓器 比如說從電線桿裡頭 輸送到你家裡去 就變成一百一 或者變成二百二 那你用起來就很Safe 就不會那麼大的電壓 那麼恐怖啊 所以它就是為了減少 高電壓可以讓電流很小 電流小 消耗的功率就比較少 浪費的比較少 OK 那麼這個是它的好處 然後它電壓可以改變的是一個好處啊 你從發電廠到你的家 它可以把它一步一步變小 然後你又要接一個什麼儀器啊 裡頭的電壓要三千三 或者說比如說部長裡頭 我們用那個X-ray machine 它動不動是幾萬伏特 你進來的二百二 你現在變成幾萬伏特怎麼辦呢 X-ray裡面又有個變壓器 它把進來的二百二 或者一百億 這個伏特變成 比如說五萬伏特 五萬伏特都很小啊 它是照人體用的 你有時候 用到這個很大很大的變壓 它變壓器啊 可以變小又可以變大 在你這個電視機裡面 或者音響裡面 它有的地方要電壓很小 有的地方要電壓很高 有的地方要電壓很高 有的地方比一百億小了很多 比如說它只要六伏特 或是 ministre記者 有的是便壓器 不只一個便壓器 有對如它組線圈 而互線圈 可能有好幾個 有的是 Alexander результат 有的是自動力 有的是自動力 讓你這個變壓力 變小倍大 уд為法 быть 作用的範圍 詞曲 李宗盛